在高雄發生這起當街亮利器刑搶的案件 這名女子在二十三號呢 她是前往自住洗衣店洗衣服 在店外呢 等待衣服的時候 沒想到遇到這名男子 亮出利器要搶劫 當下呢得手一千塊 警方呢 隨後以車牌的方式呢 是追蹤這一名嫌犯 最後呢嫌犯就說 主要是因為原本打零工維生 疫情的關係呢 工作減少 她沒有收入 所以選擇去搶劫 捷失其畫面拍下 搶匪騎車來到洗衣店 先站在門口觀望了一下 沒多久就來到店外騎樓 持器械脅迫女子交出財物 雙方還看得出在拉扯 誇張的是 搶匪得手後 要上車離開前 還舉起右手 對著女子比劃 似乎在嗆瞎 眼看搶匪離開 女子也從反方向跑步離開 警方來到相信嫌犯的租屋處 將人壓制在地 她就是二十三號凌晨 在新興區一間自住洗衣店外 亮刀行牆的搶匪 疫情期間工作不順 收入減少 且後續反映 將近一個月未有工作 無法附和生活開銷 才挺而走銜 警方鎖定車牌 以車追人 成功逮捕 三十九歲的江信嫌犯 他原本打零工為生 趁自己受到疫情影響 工作減少 才會搶走女子的手機錢包 女子被搶走一千多塊 嫌犯落網時 花得只剩下九百 由於嫌犯挑在凌晨三四點下手 常到洗衣店洗衣的女性聽到有人被搶 多少還是有點擔心 警方提醒深夜獨自一人在外 尤其是女性要格外提高警覺 訊後也依照強盜等罪嫌 將嫌犯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記者留言發高雄報導 評依照 押忍 港 請 感谢观看